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通过增加税收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开支 这使得俄罗斯经济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10% 中央银行被迫多次加息以控制通胀 这一系列举措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元区的经济动态 疫情后,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前危机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法国和德国 这引发了欧洲核心国家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重新思考 最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使用已故灵魂歌手艾萨克·海耶斯的歌曲 遭到其家族的法律威胁 他们要求特朗普停止使用这首歌并支付300万美元的授权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普京为了资助他的战争机器,正在提高税收 自2022年克里姆林宫入侵乌克兰以来 通货膨胀率从高峰的17.8%下降到去年略高于2% 但现在价格压力再次增加 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7月的年度通货膨胀率越升至9.1% 食品价格上涨了10% 鸡蛋价格比一年前高出约50% 家庭甚至将其作为礼物赠送 俄罗斯的军事支出庞大 武器、坦克和飞掌的战士工资都在消耗战争预算 尽管普京声称军事支出尚未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 但他的军队每天损失约1000名士兵 这加剧了劳动力短缺,推动了工资上涨 蓝领工人享受着丰厚的加薪 失业率创下2.4%的历史低点 为了应对通胀 俄罗斯央行被迫采取激进的加息措施 过去一年内6次提高关键利率 最近一次将利率提高到18% 专家认为俄罗斯经济正进入增长 放缓的新阶段面临滞胀风险 普京正在寻找其他收入来源来资助战争 包括提高税收和利用俄罗斯人的储蓄 Reuters Breaking Views 自疫情以来 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 前危机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法国和德国 后者的经济表现相对之后 西班牙在第二季度的年增长率高达2.9% 而整个欧元区的增长率仅为0.6% 意大利和葡萄牙也表现优于其他国家 而爱尔兰则实现了最快的季度增长率 相比之下 德国经济萎缩缩了0.1% 这些所谓外围国家的低出口和制造业依赖 加上旅游业的复苏和欧盟的资金支持 使他们在疫情后表现更好 投资者注意到这一点 PiEx国家的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 与德国主权债务的利差 在过去两年中有所缩小 如果这些国家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和财政纪律 利差可能会进一步缩小 德国则面临老龄化人口和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 借贷和支出受到宪法限制 德国的最佳希望是通过降低利率和推低欧元来提振出口 Guardian 已故灵魂和放克歌手艾萨克·海耶斯的家人 要求唐纳德·特朗普停止在竞选集会上 使用海耶斯创作的歌曲 Hold on, I'm coming 海耶斯的儿子艾萨克·海耶斯三世 分享了一封律师詹姆斯·沃克发给特朗普 及其竞选团队的信 信中威胁 如果继续使用这首1966年由海耶斯和大卫·波特创作的歌曲 将采取法律行动 信中指控特朗普竞选团队故意和公然侵犯版权 并要求支付300万美元的许可费用 沃克声称 这首歌被使用的频率如此之高 以至于300万美元的数字是严重折扣的 如果不解决问题 并提起诉讼 海耶斯家族将要求每次使用歌曲赔偿15万美元 海耶斯三世表示 特朗普在蒙大拿州的一次集会上再次使用了这首歌 尽管之前已被要求停止 海耶斯家族在2022年批评特朗普在乌瓦尔德学校 枪击案后使用这首歌 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尚未对法律威胁或版权侵权指控 发表评论 许多其他音乐人也反对特朗普在集会上使用他们的音乐 包括阿代尔 滚石乐队和史密斯乐队等 德国之声 德国联邦档案馆拥有大量殖民时代的文件 这些文件对未经训练的眼睛来说几乎无法解读 如今 人工智能 AI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解码这些手写文件 德国的联邦档案馆开发了一种新工具 能够解码各种手写体 包括Current和Satterling 后者是在1911年开发并在德国学校教授的 直到1941年被纳粹禁止 尽管一些老一辈德国人仍能读懂这些手写体 但大多数现代德国人无法阅读他们祖父母的信件 联邦档案馆的这项AI项目 旨在处理约一万份来自德国殖民时代的文件 这些文件已经完全数字化 并且不再有使用限制 德国文化和媒体专员Claudia Rath表示 这项AI技术项目有助于加强对德国殖民历史的了解 是对处理历史问题的重要贡献 德国的殖民统治虽然只持续了30年 但其残酷性令人震惊 包括对Herrero和Neymar人的种族灭绝 这被认为是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 2021年 德国正式承认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期间 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 联邦档案馆的AI项目在2021年开始开发 如今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准确度 能够解码复杂的手写文件 这为其他德语档案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南华早报 马尔代夫正试图修复与印度的紧张关系 以帮助其旅游业复苏 印度外长苏布拉玛尼亚姆 贾伊尚卡在访问马尔代夫期间表示 致力于深化印马关系 这是贾伊尚卡自穆伊兹去年上台以来 首次访问马尔代夫 穆伊兹在竞选期间采取了反印度 亲中国的立场 并在上台后驱逐了印度驻军 并与中国签署了军事援助协议 然而 马尔代夫在议会选举后 对新德里的关切采取了更为包容的态度 反映出马类认识到破坏长期双边关系的风险 马尔代夫旅游部长伊布拉西姆·费萨尔 与印度旅游部长加杰德拉·辛格·谢卡瓦特 在新德里会面 讨论如何促进两国之间的旅游流动 根据马尔代夫的旅游数据 印度在2023年是入境旅游的最大市场 但今年至7月印度跌至第6位 分析人士警告 如果印度游客持续减少 可能会对马尔代夫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马尔代夫希望通过重新建立与印度的关系 来恢复印度游客的信心 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合作 雅虎美国 如果哈里斯·沃尔兹政府上台 可能会在贸易问题上 与拜登·哈里斯政府有所不同 哈里斯在成为拜登副总统之前的记录 以及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在其职业生涯中的做法 让一些贸易倡导者认为 民主党如果在11月获胜 可能会对贸易采取新的态度 沃尔兹在国会期间代表一个农村选区 并在农业重镇明尼苏达州担任州长时 经历了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 他曾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对农民造成的伤害 并表示需要结束与中国的贸易战 沃尔兹还访问了日本、韩国和加拿大 促进贸易关系 哈里斯和沃尔兹都对一些自由贸易协定 持怀疑态度 包括奥巴马时代的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 沃尔兹在2015年投票反对 给予奥巴马谈判TPP的授权 哈里斯则在国会投票反对 特朗普谈判的美墨加贸易协定 阿森卡 沃尔兹还曾在中国教授英语 并多次访问中国 熟悉中美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 哈里斯和沃尔兹如果上台 可能会在贸易政策上 带来新的讨论和变化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 在四川自贡完成了首次试飞 这标志着中国在扩展 低空经济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架双发动机飞机 一展16.1米 高度4.6米 或舱空间达12立方米 最大载重量为两吨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 这是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 最大无人货运飞机 专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设计 试飞期间 各系统运行稳定 飞机设计便于装卸 具有高可靠性和安全性 并且智能化程度高 这架飞机预计将支持 中国空运服务和智能低空物流的扩展 根据中国民航局局长宋志勇的透露 目前已有14000家公司 获得无人机运营许可 22万5000名个人也获得相关许可 去年 中国的低空经济规模 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 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2万亿元 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被认为是推动物流和运输基础设施升级的重要手段 逐步淘汰老旧的卡车 船舶和火车等交通工具 多伦多新报报道 极端天气事件如火灾 洪水 热浪和干旱正对加拿大的食品供应链构成越来越大的风险 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食品 健康和消费品加拿大协会的副总裁弗兰克斯卡利表示 任何重大天气相关事件都会增加成本 加拿大农业食品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对农业部门构成了重大风险 并且这些影响会在供应链中产生连锁反应 2023年的干旱使萨斯卡车温省的作物产量下降了近11% 而2021年的极端高温和干旱使该省的作物产量下降了40% 农业行业已经通过改变一些做法来提高对干旱的抵抗力 如使用免耕技术来保持土壤水分 然而 这些措施无法完全保护作物免受极端天气的影响 供应链的设计通常以最低成本为目标 这意味着中断风险较高 新冠疫情期间的供应链问题已经让公司意识到 有时最低成本的选择风险太大 因此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寻找多个来源或备份方案 南华早报报道 一组香港少数族裔学生首次使用新的五年旅行许可证 前往内地参加为其三天的广州和佛山学习交流活动 这次活动旨在促进他们对国家的了解 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主办方由监望区街坊会总干事张家豪表示 许多少数族裔学生虽然在香港出生和成长 但很少有机会访问内地 新的五年旅行许可证自7月10日起生效 允许非中国籍的香港和澳门永久居民多次进入内地 每次停留最长90天并享受自助通关服务 12岁的非洲艺学生迪亚洛 哈萨图对此次旅程非常期待 他希望通过参观祖庙博物馆了解中国文化和艺术 他的母亲迪亚洛 冰塔表示 以前每次都需要申请签证并支付昂贵的签证费 但现在有了新的许可证 组织这类跨境活动变得更加容易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明称 大湾区是中国最开放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这次旅行将让学生们看到内地的发展机会 南华早报 在南非皇家马勒威恩斯人保护区的黎明时分 广袤的草原和远处的山脉 在晨光中展现出轮廓 空气清新 寂静无声 只有相机的快门声打破了宁静 狮子们在晨光中悠然踱步 令人深感 自身在这片原始荒野中的渺小与微不足道 皇家马勒威恩的四个营地 马勒威恩小屋 沃特赛德 农庄和非洲之家 不仅仅是奢华的度假圣地 更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 狮子 犀牛 斑马和长颈鹿 在这里随处可见 而这些珍贵的野生动物 也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妙与震撼 12年前 我在这里第一次体验到野生动物园的魅力 从此便深深爱上了这种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无论是观察狮子捕猎 还是与大象群共度时光 这里的每一刻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奇迹与美好 Yahoo US 菲律宾周一表示 将对中国飞机在南海争议海域的行为提出抗议 菲律宾军方称 上周四一架中国飞机在斯卡伯勒浅滩滩上空 发射了照明弹 威胁到菲律宾空军一架NC-212I飞机的安全 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表示 菲律宾将准备提出抗议 尽管只是外交抗议 但不能对此事而不见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 强烈谴责了这一事件 称中国飞机的行为是不合理 非法和鲁莽的 中国军方则表示 菲律宾飞机未经授权进入了该空域 尽管多次警告 最终采取了必要措施驱逐菲律宾飞机 斯卡伯勒浅滩跨离菲律宾西北海岸230公里 是中非两国长期争议的热点区域 悉尼陈锋报 第三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外国黑客攻击已经开始 这次是伊朗而不是俄罗斯 微软发布报告称 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 成功入侵了一位总统竞选顾问的账户 并试图通过鱼叉式网络钓鱼邮件攻击 另一位竞选官员 特朗普迅速回应称 伊朗政府黑客入侵了他的竞选网站 但只获得了公开信息 他指责拜登政府软弱无效 目前尚不清楚伊朗黑客是否成功获取了有价值的信息 伊朗在2020年大选中也曾尝试类似干预 这次的攻击手法更为复杂 显示出他们从俄罗斯之前的成功经验中学到了不少 微软无法确定这次攻击是否成功 但这预示着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外国干预 伊朗显然希望特朗普落选 因为他曾退出2015年的核协议 并对伊朗重新实施经济制裁 每日电讯报 托马斯·巴赫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位置上已经待了11年 许多人认为他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国际奥委会在应对一系列丑闻时表现得极其不利 尤其是在涉及性犯罪和性别争议的问题上 荷兰的史蒂文、范德维尔德和澳大利亚的布雷特·萨顿 这两名有性犯罪记录的人竟然分别作为运动员和教练 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而巴赫对此的回应总是推卸责任 此外 允许两名生物男性在女子拳击比赛中夺得金牌 更是引发了巨大争议 波兰的朱利亚谢雷梅塔和意大利的安吉拉·卡里尼 在比赛中因对手的强大力量而受伤 甚至担心生命安全 塞巴斯·蒂安科作为巴赫的潜在继任者 已经在世界田径联合会中采取措施 保护女子比赛的公平性 他明确表示 必须在性别竞争中设立清晰的界限 否则女子运动将不再有胜利的机会 独立报 美国体操协会向体育仲裁法院提交了视频证据 证明乔丹·查尔斯应保留他在巴黎2024年 艺术体操地板动作中获得的铜牌 这一证据是在仲裁法院裁定 罗马尼亚选手安娜·巴伯苏上诉成功后提交的 巴伯苏团队认为 查尔斯的教练塞希尔 兰迪在规定的一分钟内没有及时提出申诉 然而 美国体操协会提供的视频显示 兰迪在分数公布47秒后就提出了申诉请求 这与之前的裁定相矛盾 查尔斯最初得分为13.666分 而巴伯苏得分为13.700分 尽管这一裁定不会影响金牌得主巴西的利贝卡 安德拉德和银牌得主美国的西蒙娜·拜尔斯 但查尔斯的队友们纷纷表示支持他 拜尔斯在Instagram上表示对查尔斯的支持 而六次奥运奖牌得主李孙也对裁判的表现表示不满 每日电讯报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第二个地区开始撤离居民 这是自二战以来 乌克兰首次对俄罗斯进行的外部入侵 乌克兰军队在星期二早些时候突破了俄罗斯边境 并迅速占领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部分西部地区 迫使约76,000人撤离 与此同时 莫斯科在星期一开始撤离南部邻近的 比尔哥罗德地区的数千居民 因为乌克兰在边境附近大幅增加了军事活动 库尔斯克地区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表示 由于敌人活动的威胁 克拉斯纳亚亚鲁家区的居民正在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乌克兰的突袭行动显然让克里姆林宫措手不及 莫斯科军队承认乌克兰在某些地方已经深入其领土20英里 与此同时 莫斯科和基辅互相指责对方在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扎波罗热核电站引发火灾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称 这些攻击行为增加了核事故的风险 必须立即停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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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